發生在今天早上連城2點多的時候 在我們那個中山路一段 就是那個A車機車駕駛 就是他從中山路南往北 他要左轉的時候 跟那中山路北往南就是對象的車 就是發生交通事故 對然後目前最近的那個 照折我們後續還要在隱形 對然後那個 九車子的部分那個B車那個 B車那個轎車駕駛它是沒有九車子 對然後A車那個駕駛的話 他把那個抽血檢驗報告出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做確認 A車的上市怎麼樣 A車的上市的話 A車那個駕駛它是送一股市的 對然後他的那個後座的那個 後座的乘客 他是 他的那個生命跡象是穩定的 然後送一條醫院之後 目前是轉驗到台北的那個星光醫院 對然後最近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是這件的話就是 因為那個B車 他們雙方發生 事故的時候 那B車區往前撞到那個電響 對然後那時候有短暫的那個起火的情形 然後原警有拿那個滅武區去滅 對然後因為這樣撞下去而造成 周邊的那個商家是沒有電的情形 對那個耗製也沒有正常工作 然後經過那個台電那個搶修之後 在今天早上6點左右的時候 一定會復正常工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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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